HELLO 我是虛零六 老師沒教室 今天各位同學們分享主題 就是關於AI這套軟體裡面 如果你要將你的設計檔案 色彩模式RGB 轉成CMYP的時候 有拿兩點是你必須要注意的呢? 首先第一點你必須要注意的就是 一定要將顏色重新調整 因為一定有很多不同的顏色 很多同學有發現一個問題 當你在色彩模式RGB的狀態下 你設計一張高彩度的作品 顏色非常的鮮豔豐富 可是當你要拿去印刷的時候 你轉成CMYP會發現 顏色變得好暗淡 那關於這問題呢 是完全沒有辦法避免的 所以這時候呢當你的顏色轉成CMYP以後 請務必在CMYP的模式下 重新整張調整你的顏色 雖然顏色的飽和度沒有辦法調整 像RGB一樣這麼鮮豔這麼漂亮 不過你還是可以將顏色 做適度的調整喔 那再第二點必須要注意就是 關於黑色部分 請全部改成K100 在RGB模式下 黑色跟CMYP的黑色 兩個黑色是完全不一樣的數值喔 這時候你要如何快速的 點選你整張畫面的黑色呢 你可以將你的滑鼠點到工具列 選擇魔術棒 然後在小視窗裡面呢 將你的數值改成0 接下來你就使用魔術棒 點選你的黑色物件 它就會選取你整張畫面 數值一樣的黑色物件喔 這時候你就將CMY 數值都改成0 K改100 這樣就沒問題囉 剛剛提醒的那兩點 進行修正以後呢 你再將這個CMYK檔案 拿去印刷 那關鍵主題不知道 對你們有沒有幫助呢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便按的喜歡吧 可以分享出去 訂閱頻道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期影片見囉 掰掰 �釐 音樂 按酮 移圓 generators 會有人